好, 還好 疫情期間, 大家到乖來家做飯 很多人的廚藝進步有很多 有些人更成為逆境廚神 這段期間 我們逆境廚神的網上平台 收到近晚的影片 而今天我們會選出多位逆境廚神 和大家分享廚藝心得和玩遊戲 除了他們之外 今晚還有一群星級廚師上來大獻身手 他們將師傑混身解素 示範如何完美地運用食材 合力炮製一直又好吃又看的秋冬盛宴 說明盛宴當然有超美食材 接下來每一集我們就會精挑細選 選出精美食材給每一位 逆境廚神和星級廚師炮製 對 聽見, 很想吃 食材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整個市場都爆炸了 逆境廚神,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逆境廚神是世界性的 一群海外的逆境廚神 都說想和我們交流一下 將時間交給… 麗諾依 各位世界的逆境廚神, 你們好 我是傳說中的黎諾依 你們好 你好… 真是很熱鬧 對 諾依, 是 這群海外的逆境廚神 如何透過這個網絡 和我們切磋廚藝 他們來自世界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飲食文化 是 我們訂一種食材 看看他們會怎麼煮 他們的煮食短片, 我們會放上網 那你準備了什麼食材給他們呢? 對, 什麼 我給你們了些什麼 看到了, 吉隆堡的朋友 原來是普通不過的雞蛋 你真傻, 雞蛋怎麼會普通? 雞蛋千變萬化 要煮得好也很考功夫 你們兩個別吵了, 很多人看著 這麼多位世界的逆境廚神 這次的食材是雞蛋, 靠你們了 我們等一會兒再回來 看看他們的進度 這個時候, 阿Bub去了哪裡? 阿Bub… 你們在招呼海外的逆境廚神 但是本地的逆境廚神 也不可以代曼 給聲音聽聽 好… 這就是氣勢了 這麼多的逆境廚神一起煮食 真的煮得天光還沒煮完 所以今集我們先找六位的逆境廚神 跟我們分享他們的廚藝 我們一起看到他們的自我介紹 看片子… 大家好, 我是四哥 我在馬來西亞出生和長大 馬拉雅我不太會煮 反而在香港, 我就學過煮燒味 我覺得煮東西是一種樂趣 要用心去經營每一種菜式 這樣煮出來的東西就一定好吃 大家好, 我是火 我每個星期我都會和朋友出海釣魚和打魚 捉到的海鮮 我會研究用不同的方法去烹調 我會把出海的片段 和主席的心得拍成一些短片 然後放上網上跟網友分享 希望我的經驗可以幫到大家 大家好, 我是趙家鏗 我今年九歲 我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煮東西吃 六歲的時候就參加了一個節目 叫我是小廚Sir 可以跟星級廚師學習 最開心的就是跟景爺學刀工 希望她這次可以看到我的進步 我是Karina 我以前讀產品設計 我要求自己的作品都要內外兼備 同樣地我煮東西吃 除了講求的味道之外 美感也很重要 而且我會每次花很多心思 試著我的擺盤 創作一件吃得下肚的藝術品 我是Stella 我在日本住過一段長時間 發覺美食能夠給別人一個正能量 和幸福感 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不可以去旅行 我藉著分享我懂得做日本菜的影片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 也有去旅行的感覺 大家好, 我叫Lemon Tea檸檬茶 我之前在外國主修創業藝術 人在異鄉的時候 笑不免會懷念家人 所以去主家順便快愁 會多放一些我的藝術創作 在菜裡面, 讓它煮得漂亮 也可以跟同學一起分享 讓大家有家的感覺 歡迎各位 看完各位逆境廚神 自我介紹之後 大家都要準備開工 告訴你, 我知道今晚有好東西吃 我留下肚子, 說真的早餐還沒吃 波波, 但未齊人 我們每集都有兩種星級食材 讓大家選擇 選擇之前, 再請兩位星級廚師 做個示範 給了0.6位逆境廚神 不要說星級廚師 我們先說星級食材 一看市場就知道是蟹 蟹也有 他橫行霸道 有硬殼護身 雙臂恐無有力 望內很有攻擊性 要應付他, 真是少一點功夫也不行 但為什麼人人都這麼喜歡吃他? 現在秋天, 蟹是最胖、最漂亮的 馬上請出第一位星級廚師, 好嗎? 很英俊, 很英俊 說實在是逆境廚神的印象 第一道食材, 由我示範 謝謝兩位 三位 駱爾哥哥, 我想問問 這麼多種蟹, 煮哪一種? 我比較貪心 做這個阿拉斯加皇帝蟹 蟹又大, 而且海水味很濃 好嗎? 你這次會怎樣煮活的阿拉斯加皇帝蟹? 清蒸 給新意吧? 好, 那我再做一個一蟹三隻 真棒… 真棒 各位逆境廚神就要留意了 看看駱爾的煮法 能否給你們一些靈感 如果有提問, 也可以問的 駱爾, 再說一次 是 我真的沒吃早餐, 煮大一點, 好嗎? 所以就選了最大的一隻 來, 快點… 來… 來… 來了, 逆境廚神, 來吧 是 這麼大隻阿拉斯加蟹 你沒來生拆肉的 是 我們預先蒸到七成熟 這麼大隻, 我猜是15至18分鐘 應該是七成熟 現在大約15分鐘左右 現在是七成熟, 是嗎? 這樣下去出來 你很有型 為什麼很有型? 好像拿蟹的樣子 很壯 夠不夠大隻? 很大隻… 我們說明是三成, 先擦腳 對, 七成之後容易剪好 其實它還在流… 流水和汁流出來 對 因為我還會燒, 蒸和炒 煮海鮮最忌忌的就是全熟 好, 先把腳都剪出來, 是嗎? 這隻阿拉斯加蟹很大隻 我看到裡面的膏已經不停流出來 所以這麼大隻阿拉斯加蟹可以三成熟 先開了 好, 刷成熟的感覺, 看到了 對, 為了方便大家吃 這一節蒸 是 我們打開它 好, 很細心 大家刷肉的時候就方便很多了 在邊邊開始剪, 旁邊又剪了東西 好 但揭的時候也有一點巧妙 什麼? 是 手指頂著肉, 因為會黏一點肉 對, 這樣頂著它 不要浪費肉, 是嗎? 對, 沒錯 好 這個也不錯 這裡想多一點肉吃 是 我會在這裡開 下面一切就準備用來… 黑椒炒 黑椒炒, 好 還是把肉拿出來, 別浪費 對, 這邊呢? 這個關節位置進去 不是中間先開嗎? 對 我最喜歡吃這一條 這一條好吃嗎? 這一條特別嫩 是嗎? 對, 尖尖位特別嫩, 你不覺得嗎? 為了你, 我也開給你 謝謝 這樣也可以開, 怎麼可以開 同時不開 只是剪, 還沒開 有, 示範一下, 好嗎? 好, 這裡 真的有這個位置, 是嗎? 小燕真, 給大家看看這裡 這裡是戴祖儀, 喜歡的 要求的 尖尖位, 很亂 但為了它, 我賣相馬上醜了 對了, 太深色不刷 五色, 很想學 打旁邊切, 這裡一樣 也是左右一樣 對, 平面切 我跟著中膠刮開 沒錯 好, 原來是這樣 還有, 其實… 蟹肉都出來了 已經不需要… 太刺了 如果不這樣剪, 要很久要攪 裡面有蟹膏和蟹肉 其實用手攪是最好的 因為可以摸起來有沒有蟹殼 需要調味嗎? 要調味 捏到什麼時候才算適中呢? 其實盡量捏到一絲絲, 不要太碎 這樣撕掉, 不要太大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可以釀在蟹蓋上 好, 全部放進去 對 像碗一樣 也放進去 其實燒的殼會有一股鮮味出來 這個暫時成功了, 放在這裡燒 好 接著我們攪拌其他東西 什麼? 我們放蟹腳上去 好, 先放好 我們拿梅酒來的 18年 因為梅酒有甜, 可以帶起 因為阿拉斯卡本身偏鹹一點 梅酒帶甜其實挺出色的 我會繼續放少許梅子在表面上 裝飾, 也吃到梅味 好, 接著就可以蒸了 好, 放進去蒸鍋裡 好, 五分鐘 在蒸的時候 接著就玩另一隻蟹腳 又來了 慢火, 因為我們加牛油 我想說這邊的味道不斷供出來 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差不多味道開始濃的時候 我們可以作少許調味 我加少許醋 好 少許就可以了 因為我不想搶了蟹味, 只是提鮮而已 好嗎?我加少許糖 手勢很棒 好, 接著攪拌, 繼續燒 好, 牛油溶了… 好, 我們放一些黑胡椒 先爆香黑胡椒 牛油加上這個黑胡椒味 沒得到 好, 爆香了, 見到氣泡 其實起泡就可以了 接著就可以放腳了 肉那邊 放下去 向下面, 我要吸氣味 不要攪拌, 任由它 讓它吸氣味 對, 攪拌好時, 現在可以了 好, 拿起來 小心… 好, 我們先放在一旁 待會備用 那邊有大口蟹肉 我們這裡看得很漂亮 Kalina, 剛才樂意一直做 我看到你一直上頭 你覺得它很有創意嗎? 我挺認同它 將蟹煮熟七成 因為這麼大, 很難控制它 而且我們在家裡 這麼大隻蟹 其實分開沙味煮會好很多 四哥, 有點想問嗎? 我想問除了梅酒 可否考慮用威士忌呢? 我覺得威士忌太濃 太重的酒味會蓋上蟹味 所以梅酒剛剛好, 梅酒甜 它可以先帶鮮 差不多這個, 我先把米酒 好 我們現在怎麼這麼鹹? 對 放些什麼? 因為其實是米酒 想燒一燒, 讓味道更香燒一燒 不是純粹裝飾 不裝飾, 真的有功用 不是裝飾 不裝飾, 真的有功用 好 好, 讓我吃吧, 喜歡吃 別這麼心急, 等一會兒 什麼? 你先等一會兒 很簡單, 就是要拿過去 跟逆境廚神一起吃, 通啊 去那裡 沒錯, 廣告回來 你一起嘗嘗樂意的一蟹三食 這個世界已經沒有東西 可以阻止我吃東西了 吃吧… 吃吧… 大家可以先吃中間的 我們從味道比較清一點開始吃 滲溶 阿食家, 你先說說吧 你先吃一會兒, 好嗎? 別說了 我們讓逆境廚神說說,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鮮味 還有有炭香的味道, 能吃出來 其實我覺得加一點胡椒會更好吃 因為我不想撞第三道菜 所以就從清口開始吃 而且配這個麵包 我覺得也是神懷之不利 對, 因為… 吃飯吃東西就不太好 像鬆暢 你這樣吃麵包 吃開心得多吧 是 好 我覺得冷吃也很棒 是嗎? 是 我覺得梅子味可以再濃一點 再濃一點 不過因為這個部分肉已經更好吃 我知道小朋友很喜歡吃辣的 會不會很辣? 有一點… 有一點辣? 那味道如何? 很鮮味, 而且不會把蝦椒蓋上 本身蟹子的鮮味 你煮得好一點, 還是樂儀哥哥煮得好 當然 吃飯… 蝦椒很棒 蝦椒的味道帶出肉的味道 很鮮甜, 很棒 蟹肉真的很美味 很棒 新的配搭 第一道食材蟹, 我示範完了 第二道是什麼食材呢?祖兒 剛剛吃完阿拉斯加蟹, 比較名貴 但是下一道很貼心, 很多人喜歡 尤其是秋冬, 這種食材真的很有趣 是什麼? 蠟味 秋風起, 吃蠟味 所謂蠟, 即是處理肉類食物的一種方法 將肉類以鹽或醬醃製之後再封乾 由於農曆11月至12月是秋冬季 肉類不容易變質, 最適合處理蠟味 所以12月又稱為蠟味 廣東的蠟味種類繁多 這種普及的食材 今晚會由哪位升級廚師 令牠們變成不平凡呢? 這位不平凡的升級廚師就是… 鼎爺李家鼎 有請鼎爺出場 鼎爺 你好, 鼎爺 你好… 謝謝你光臨 有些事想請教你 是… 你是一個飲食的活字典 不是… 是的 關於臘肉, 我聽過之前的人說 什麼金銀潤, 什麼來的?是不是錶 你不要經常掛著錶 金銀鍾, 行不行? 行不行… 臘味有幾類 是 臘腸、潤腸、臘鴨、臘肉和鹹肉 什麼是金銀潤, 現在買少見少了 它是將一塊豬潤厚切, 中間開個洞 創一塊肥豬肉下去 每年12月15日, 就是農曆15日 之後才可以賣 現在為什麼少呢? 因為人家說要健康 游利不好, 內臟不好 賣門越來越窄 所以很多做藍美都很少做 關於金銀潤池 是不是因為金色圈和銀色錶面? 他經常掛著 他只想著錶 因為金銀潤池的豬潤比較紅色 即是紅色, 金金的 那塊是白色, 靚靚的 還有銀 對, 跟錶沒有關係 當然… 你今天選擇了什麼臘味 以及你會表演什麼菜式 阿爺臘腸卷, 對嗎? 真棒, 聽說了 還有臘味夾鬆生菜包 哪有這麼簡單?頂爺, 一起看他表演 謝謝… 頂爺, 先給這張新鮮, 好嗎? 謝謝… 做什麼菜式, 頂爺 這個很古老, 鯨魚肉臘腸卷 怎麼古老呢? 幾十年前的菜式, 看這個 就是用鯨魚肉做皮 對… 真的沒見過 很特別 你現在一般吃臘腸卷是麵粉 麵粉頭, 對嗎? 對… 如果它是黏著, 用紙滷它都可以 就像捲壽司一樣 捲壽司, 這樣捲了 因為臘腸卷很容易不熟 事先蒸一下 現在喝點蛋醬… 灑點粉 表演 這樣就安全很多, 對嗎? 這樣就安全很多 又再捲了… 舒服… 好, 事先我已經做了很多 看到有幾條煙在這裡 要什麼火呢? 大中火, 別太狠 因為鯨魚肉的肉不太耐煩 不用怕, 要什麼怕 當然, 我當然怕 不要你這樣擺, 我也怕 我們同一時間 在哪裡滑下去… 彈開多遠? 在哪裡滑下去… 在哪裡滑下去… 我一看煎, 你不怕 你說炸多久?大概 這麼多條, 七、八分鐘坐底 因為魚肉這麼厚 主要看它差不多硬身那一刻 對… 幾十年前的菜式 但現在貌程度上好像失傳了 或者很少有機會… 不是失傳 很少有機會吃到 功夫多, 漂亮的要刮 如果鯪, 平漿, 吃上來 沒有彈口 質感 要開始有顏色了 有一點的 有一點金黃… 金黃, 差不多了 很期待… 還有, 炸的東西最有趣 要說得了, 關火, 糟了 水分出不來, 再吸更多油 即是不要關火 油會拿上來, 先關火 先關火 沒錯 大家要記住, 學習了 不是…我的經驗 掌子色… 好, 大家學習了 游禮… 大家一定要學, 再說吧 下次也不要找我 Bob做拍檔, 把劑劑放在我上去 差不多了 他還要浮面, 浮面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 拿上來才關火 好, 記住 這是瓶油 現在我切了這些 不是一顆, 要碎碎 這個精髓 好, 介紹一下 接下來做這個類似的生菜包 大膽, 簡直是生菜包 什麼類似, 大哥 真是的 簡直是M.O 現在你這樣刮是跳的 我一直說是按刀 它不就不跳 如果刮是跳的, 是嗎? 試一下… 刮一些跳的東西 是不是跳的 對, 刮一些跳的東西給你 真的很漂亮 真的做得很漂亮 剛才的大德華相變成這樣 好像剛才用攪拌機攪完 對, 攪拌機攪不到 為什麼攪不到呢 要用光了 好 窩筍 有什麼要注意呢? 做什麼? 撇皮 整件事很薄 不是不怕手掌嗎?大哥 給掌聲, 大哥, 撇皮 先看看吧 掌聲… 現在攪拌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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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安全 我剛才那一刻真的… 平住的 對 可以了 切條 退到, 沒拉就拉就危險了 切粒, 現在要切粒 這些是刀工 刀什麼工, 對 對得住自己才行 這樣真的很好… 說謊話嗎? 好 好, 粒粒 濕的東西已經整理了 有血藥那些就來了 有魚鴿 魚鴿 我已經起了肉, 已經起了骨 切粒, 一切 切了之後要切粒, 鋪上去 你可以這樣, 手指頂著這裡 這樣刀下去 這樣就不能夠手指了 刀前面那一部分 為什麼是前面那一部分? 這樣就不吃力了 刀下去, 刀下去 是不是有顆粒? 好 很多顆了 各樣都不用加味 但是它要加一點味 鹽糖 鹽糖, 甜, 滑滑的味道 一點點 也是一點 一點油 為什麼我不加生粉呢? 因為如果加生粉 它會黏在皮上, 會不會粒粒 剛才是中大火, 這個呢? 猛火這個要… 第一, 先加大豆芽 現在才加豆芽 現在拿到辣味, 拿到油香 是 現在均勻了 如果不均勻, 一定均勻的 這樣攪拌一下, 一定有用 好, 放蔥, 洋蔥 然後放冬菇 中西菜也不會超過激 現在要加蝸蝸 好, 全部放下去了 剛才我們已經剁碎了一顆粒的蝸蝸 這個就不會黏在一起 如果加生粉就一顆粒了 因為會黏在一起 切得夠小粒, 剛剛好 其實想問阿鼎爺 因為剛才我們兩個在研究 為什麼要切粒呢? 如果切一絲粒, 行不行嗎? 切絲不是不行 尤其是年紀大的人, 最討厭是切牙 剛才我加了炸菜, 鹹鹹香香 好, 現在加一些爽口和甜的沙割 你可以用馬蹄, 現在用鍋筍 加這些滷味的東西, 很香 因為很多人不吃芫荽, 不吃蔥 還有東西加, 還有東西加, 對 偷小子, 這一位人兄 不要多, 多就彈頭了 是不是不同的看法? 漂亮了 水桂呢? 怎麼這麼漂亮 站在旁邊這樣看? 先看 我啊 再來, 給人家來吧 來吧 先看看, 放上去吧 這個真是超級生菜 我也是人生第一次見面 很厲害 好, 別多說了, 吃東西了, 各位 太好了… 好就不用稱讚, 不要出聲 別期待了, 老闆 怎麼樣? 好吃 慢慢來, 別緊張, 博哥 我想說, 我平時完全不吃鯉魚 因為我覺得鯉魚… 鯉魚… 鯉魚, 鯉魚 因為我覺得鯉魚的魚味太重了 但是鯉魚的味道是剛剛好的 我想說, 生菜包 剛才阿鼎爺說, 吃下去一定要有咬喉 是… 真的吃得有咬喉 因為有時候家人 可能會煮生菜包或用豬肉 吃下去是好吃的, 很濃味 很綿 但是有點綿綿的 但是每一種東西咬下去 粒粒也有咬的感覺 而且很鮮味 對 所以剛才阿鼎說, 你怎麼切 而且你在旁邊演員, 切得多大粒為夠 對, 原來 你覺得是否因為我近距離看 你又切, 又切, 又煮 我吃起來特別有感覺 我想問, 鼎爺 我看你的鯉魚肉裡面有些橙色 我覺得應該有些秘技 當然是蝦米 那個味道很出色 這麼厲害 因為蝦米有一個鹹香的鹹香 你們吃之前, 阿Lamondee這樣說 一定要說這個生菜包 因為我爸爸也很喜歡煮中菜 他也很喜歡把食材切得很小粒 當阿鼎爺切的時候 我爸爸也是一樣的 馬上想起他 而且我看到大豆芽真的很有心機 因為我看不到下面的部分 只看到大豆芽的部分 阿鼎爺, 師公很欣賞你的菜式 大大口吃光了 大口吃光了 清光了 有哪種東西你覺得最喜歡? 剛才吃的那幾個 臘腸 好, 說說口感吧 軟軟的, 接著去彈口 接著配合配得很好 配合配得很好, 差點了 師公說我就很開心 今晚睡得著了 睡得著 睡得著, 好的 給點掌聲, 好嗎? 謝謝丁爺 謝謝… 好, 各位剛剛吃完了 丁爺以一角生菜包和立場見 你們要想一想 到底你們的秋冬成宴 是用什麼材料? 沒錯, 下一節回來 就要有兩位升級廚師 去表現一個高難度的廚藝挑戰 對, 其中一位還要人又漂亮 演技又好 簡直是入得住房 出得廚藝的美女傳神 所以千萬別錯過了 待會兒見 兩位拍檔 是 好像有什麼挑戰 但我想問, 其實煮東西吃 只是算是好吃的, 對吧? Bob, 好吃的固然是重要的 不過香港的速度是一個重要元素 但是這次我們就要挑戰他們的速度 三分鐘內完成一個菜式 阿卓, 那我玩也行 我表現是火鍋 一邊煮一邊煮一邊, 一分鐘也不用 也是, 我也懂得用微波爐 把肉加上調味料放進去 三分鐘就完成了 可不可以不要無賴? 這次我們的挑戰是不限菜式 還有, 我們這次除了不限菜式之外 我們不可以直接煮一煮一邊 或者煮一邊煮一邊就算了 所以剛才你說的是不行的 別說太多了 請出兩位參與挑戰的嘉賓 分別有明廚, 寶哥, 黃雅寶 和韋哥, 陳偉 怎麼了? 怎麼了? 為什麼要這樣? 發生什麼事? 放開女生過來 放開女生過來 怎麼了? 原來我放開女生過來 韋哥, 抓住我 你知不知道從來沒摸過大廚的手 原來有摸過, 有摸過 臉很濕 我來做什麼? 等一下, 你們知道 要參加這個三分鐘挑戰前 準備有什麼事? 我很厲害, 因為我太複雜了 每一部分都要做得很準 多秒鐘也結束了 怎樣?你偉公摸一摸, 手很緊張 不用緊張, 你再說一次 好, 每一多秒鐘… 你越說越短了, 你要說回來 總之不會分, 不會浪費時間, 是嗎? 是… 好, 韋哥呢? 我也很厲害 我要打扮得漂亮一漂亮 但又不妨礙我煮東西 寶哥, 漂亮嗎?漂亮嗎?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兩位, 這樣做什麼? 我做青胡椒炒安格斯牛肉粒 我會煮三杯魷魚 好期待 現在請寶哥上場 一倒數完就可以開始了 來吧, 去吧, 去吧 三、二、一, 去吧 開始了 是 青胡椒爆炒安格斯牛肉粒 對, 現在我們先把調味料 醃醉的牛肉粒 是 放了什麼調味料 鹽糖和黑胡椒碎 黑胡椒 好, 快點… 先看看 完了, 已經沒了二十秒了 這邊就炒這個菇 對, 這個是半菇粒 中菇粒 好, 倒兩下 不過煮牛肉有個好處 不能熟熟, 三分鐘也可以吃 又不可以完全不熟, 是嗎? 對, 不會, 不會 四成、五成, 是嗎? 是 好 好 黃椒之後倒紅椒, 來… 快點… 快點 一大一時間去煮, 真是很害怕 我自己也在旁邊閉, 緊張了 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分鐘了 過了一分鐘了, 寶哥 三分鐘才弄不定 不如放棄吧, 好嗎? 這樣不行, 我不會放棄的 放棄吧, 我看你的樣子 好像一般般的樣子 看我精神的 看我精神 接著怎麼搞? 接著呢, 先炒這個菇粒 接著這邊再加少許油 好, 煎香醃了的牛柳粒 牛柳粒 最熱, 看看時間有多少 是, 現在還有1分38秒 快點 1分38秒, 只剩一分半小時 寶哥好像快不碰了 不如放棄吧, 放棄吧… 不會, 放棄吧 放棄, 我們還是要吃的 不要放棄 好, 這個菇粒做好了 好, 真的快手 夠了火候了, 好 菇粒做好了, 接著再放棄 好, 接著呢? 牛柳柳 先煎一下 不要再繞著裝模作樣, 不要裝模作樣 炸得這麼正經, 已經炒了 沒時間了, 多少人有? 現在只剩1分鐘左右 1分鐘, 多一點點炒 寶哥, 1分鐘而已 不用這麼漂亮了… 對 味道重要了 好, 先補起來 好, 看來, 還有, 還有, 還有 還有攪蒜嗎? 還有多少 還有五十秒 五十秒, 五十秒 不能切的 加上這個 寶哥, 不如這樣放棄, 投降薯一半 你放牛肉進去, 嘗嘗, 牛肉 腫包 腫包 好, 接著這個 看, 這樣嗎? 這樣嗎? 現在快剩30秒了 來… 好, 還要弄這些, 別弄那麼多 放下去吧 好, 只剩25秒而已 好 好, 完成了, 放下去 好, 多少 快要開始, 要倒數10秒 來吧 10 9 算了, 放棄吧… 放棄吧… 好, 放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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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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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剛才有三分鐘 你覺得最難在什麼地方? 最難在三分鐘之內完成 再加上熟得利又要用鍋氣 還有其他配料方面, 又剛好 但是你經常煮的, 有壓力嗎? 當然有, 很大壓力 先幫他…不斷叫他放棄 你怎麼放棄? 我叫他加油, 只要你別放棄 想想, 我嘗嘗他們的手勢 好, 嘗嘗… 好 鷹爺, 嘗嘗 聞到很香 大家給意見 贏哥, 怎麼樣? 告訴你, 煮東西閒時閒刻 真的拿了一半命 尤其是有東西放棄… 放棄 如果遇上我, 我真的放棄 最難應付這一刻吧 告訴你, 我不會拆鞋 是 以這種時間, 做這麼刺激的菜 真的可以, 厲害 厲害… 厲害… 沒什麼彈 是 韋哥 我嘗嘗了菇和椒 全部都很鮮甜 因為我不吃牛, 但我選了醬汁 而且酸酸甜甜, 很聰明 有酒在那裡, 是… 那怎麼樣?評分評語是怎麼樣? 是… 沒問題的… 有個贊 沒問題 我比較膚淺, 主要看色香味 牛有牛味, 焦有焦味, 好味 你真是偉食 你昨天真的很繽紛 你知道自己說什麼嗎? 很誇張 評分, 說一些有質素的事 我不說太多了, 我的行動已經表達了 你看我對你的欣賞多厲害 韋哥, 到你上陣了, 準備好了嗎? 沒問題 沒問題, 慢慢走過去 明天倒數再開始了 我來了 不要加油, 不是… 不要做事, 一起… 我們來, 一起… 韋哥, 到你 給點掌聲支持 3、2、1, 開始 來吧, 三杯柚子 韋哥, 加油… 比寶哥還好, 比寶哥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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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跳舞嗎? 支持他, 三杯魷魚 我也是 好, 像魷魚 很加油的 是否經常做的?這道菜 韋哥 我經常吃三杯, 但很少煮三杯 我經常吃三杯, 但很少煮三杯油 看見你現在切得不錯 切得不錯, 刀工很不錯 一下…好, 搞定 先看看時間 好, 你看好了 這樣就差不多沒有30秒了 好, 現在先放在這裡 現在放在這裡 是 準備 好, 先檢查一下 稍後, 我對韋哥很有信心 你的態度完全不同 我簡直覺得韋哥做完之後 還有時間去十分 至少有10秒 這麼厲害 我覺得是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這麼少 所以好像20秒可以 好, 這邊在爆香的薑、辣椒 好, 這樣一點, 好 好, 韋哥, 保持之前 你沒有一分鐘而已 沒有一分鐘, 現在已經做了很多 還有兩分鐘, 韋哥 來… 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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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哥 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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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哥 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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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哥 韋… 我們這樣一次騷擾他, 對嗎 放在這裡 很香, 味道真的很香 韋哥, 韋哥 沒錯… 最重要是甚麼, 韋哥 最重要是漂亮的 他自己 當然了 先收拾他 好, 全都爆香了 他好像快完成了, 博士兄 所以說只能去洗手間 還可以… 現在多少? 還有1分24秒 去完洗手間, 還可以回覆訊息 打電話給醫生 說今天我不回來吃飯 你看, 他沒有理會我們倆 韋哥 很快 像樣… 謝謝報報時間 好, 時間還有… 差不多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 差不多完成了 韋哥, 你剛好多時間 韋哥, 你看一分鐘那麼多 你看, 韋哥, 你看多厲害 你看, 韋哥, 你看 學習別人的韋哥, 知道嗎 韋哥, 知道… 再繞就行了 很漂亮, 做得好 繞得好, 還要有時間 拍得好 拍得好 好… 韋哥, 我30秒開始布時 還有20秒 你自己慢慢做自己做的事 好嗎 好… 好, 倒進去阿寶 先裝飾一下 差不多了… 先裝飾一下 還要先裝飾一下 還要先裝飾一下 我現在在這裡放飾一下 多少? 韋哥, 20秒 20秒… 20秒的時間 告一告他 來了… 自己要不要先補妝? 要不要先補妝? 我先把廁所回來 還要先補妝 倒數, 倒數 先洗手, 韋哥, 洗手 倒數 倒數 好, 韋哥 7、6、5、4、3、2、1 擺姿勢了 太好了 擺姿勢了, 全都漂亮了 只有三分鐘去完成一個菜式 韋哥也可以這麼棄定神閒 看來他對自己的作品很有信心 稍後回來, 試試他的手藝 讓我先試試看 韋哥, 有我和阿波跳舞似的支持你 你應該沒有難度吧?三分鐘 少許難度吧 幸好你和阿波兩個高抬貴手 沒搞錯過我只是自己跳舞 幸好有我們而已 對… 那就試試韋哥的手勢, 好嗎? 試試 好 那如何呢? 魷魚緊緊的 剛好… 有肉結痕了, 更好 魷魚剛好 這種有一點像台灣的做法 有九層塔, 還有什麼? 是九層塔 更香 一般福建人喜歡用這種農料 很香 內娟, 你覺得怎麼樣? 好… 這個魷魚真的剛好 而且我喜歡九層塔的味道 很香 韋哥, 食香味俱全 很好吃 三集的食香味俱全 我給了一些… 不是, 他應該說 韋哥這次做的菜式是色香味俱全 你說韋哥色香味俱全 那你真是怎樣? 這樣也對 不要怪小女孩這樣說 動詞、定詞, 她一定跳過 你鼓她的東西 是… 甜甜的, 挺晚了, 挺開胃的 但重點就是最後那一刻加了分 加了姿勢 還有時間, 加了分 還有時間 這天值得贊, 寶哥, 怎麼覺得 寶哥, 不錯… 魷魚和醬汁的三杯調得剛剛好 好 今天很感謝韋哥和寶哥 下一集有兩位更厲害的高手 挑戰 挑戰 超級厲害 那個真的很厲害 這時候我們看看 六位的逆境廚神準備得如何 我聽說他們已經決定好食材 在馬騎那邊選擇材料 那邊 我決定做臘味 我看頂夜做生菜包, 很吸引 我打算拿臘腸、臘肉和飯 釀在鴨裡面 之後再拿去烤, 試一下效果如何 我今天選擇的食材就是蟹、花蟹 其實我會加一些竹生和魚肚 去做一個蟹肉魚肚筋 很適合秋天吃 我決定會用臘味來做我的菜式 我會以滷腸配合鵪鶉 用一個西式的方法去煮這個菜 外國人喜歡在冬天吃這個野味 因為現在是冬季打獵的季節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中西合璧的煮法 剛才看完黎諾伊的一蟹三食的示範 我今天也想嘗試用蟹來做一個菜式 我待會將大隻蟹的蟹膏 釀入一個樹蓉球裡面 造成一個黃金球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新的菜式 我今晚選擇用臘味來做我的食材 我會將茄子像盆龍鮮一樣 切成盆龍茄子狀 而臘味方面,我選擇了臘鴨腿拆肉 加上墨魚畫,再加上金華火腿粒 吃起來的味道相當不錯 今天我決定做蟹 做新加坡的辣椒蟹 用肉蟹來做 然後加我自家炮製的番茄醬 希望大家喜歡 好 各位逆境廚神,你們選好你們的材料沒有 選好了 大家記得努力吧 到時候有鼎爺、布哥和韋哥 在旁邊看著你們 是 逆境廚神,秋冬成怡 開箱吧 火 你好 霍哥,很大閘蟹 我打算怎樣做 我們把蟹拆掉膏和肉 我們用西式焗薯的方法 做黃金球 真的不要浪費 對,一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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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一滴一滴 你們一離開我就這樣吃 好… 但沒所謂的吧,有功勇拿的話 如果這個菜式用功勇會好一點 滲上蟹功的醬汁會比較香 明白 做了效果 好,那你加油了,不載你吧 霍哥,來吧 四哥,你在做什麼 你好,我在做…切臘腸 臘肉放在燒鴨裡面 之後再用烤 我爸爸也是馬來西亞人 你好像也是馬來西亞人 我是馬來西亞人,對嗎? 對,我是二波,你在哪裡 你二波嗎? 對 我是吉蘭丹 我聽說你來到香港才開始煮食 以前也煮少許的 但好吃嗎? 另外說,燒鴨最近開始研究如何 是 燒得漂亮一點 因為很多巧巧的東西 要不停嘗試才燒得漂亮 State 年薪過三千萬的私人銀行副總裁 你好,我告訴你狗正事 是助理副總裁 好 你不能忘記這些吧 好,助理副總裁 你做了什麼? 我今天會做辣椒蟹 辣椒蟹 那是有特色的 那個番茄醬是我自己做的 沒有添加的 私人銀行,助理副總裁 這間店很厲害 還是很厲害 這間店很皮膚 很香… 你聞聞一下… 好了,準備要斬斬了,對吧? 對… 先看看刀工如何 李先生和你的小朋友 都好像聽聞,挺喜歡你煮的東西 對,他們很喜歡吃 但你不會很忙嗎? 是助理副總裁 私人銀行 是私人銀行 有時間賣給他們,是嗎? 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家庭部有一點時間 在家庭部? 在家裡工作,不是做食物 是嗎? 左理副總裁 你今天銀行是哪個銀行? 不是 我意思是… 因為我不用上公司 上公司和下班的時間 就有多了 時間多了 好,就可以多在家裡做食物 真的工作的時候,真的工作,對吧? 對,沒錯 做得好 我看見他好像很害怕 把刀月蠟月上 沒有了… 你可不可以繼續開店嗎? 好,來看看 先看看,Karlina 你好 你選了這個… 鵪鶉 是 我會用這個辣味,香煎鵪鶉 你做保險的 是 後勤的同事,對吧? 是的 平時我經常做食物,對吧? 對 很喜歡煮食物? 很喜歡煮食物 還是在上班以外的時間才煮,對吧? 當然 不是,上班後就煮,對吧? 其實很難處理 我看見你刷鏡,刷得挺漂亮 其實真的很厲害,這個做得很好 給我看看 有什麼技巧在刷鏡的時候? 其實沿著骨頭就割下去 中間… 很有功夫 不可以這樣斬下去 不行,骨頭會碎 小骨頭就不想你們吃到 好,這個媽媽也要是媽媽 是 香草方面呢,這個是… 這個是百里香 好,為什麼呢? 鵪鶉的味道不是太濃的肉 如果用百里香一起煮 就不會搶走味道 就可以帶出一點香氣 不妨礙你們,好嗎? 繼續… 好,謝謝 好,你在做什麼呢? 魚肚鶉魚肚 你今天會做什麼? 鵰魚肚鶉 什麼鶉?鵝鶉魚肚鶉 鵝肉魚肚鶉 鵰魚肚鶉鶉魚肚鶉? 鵝肉魚肚鶉魚肚鶉,對 也很鵝魚肚鶉,對嗎? 但是我們秋天啊 我在想,明明秋冬盛禮 你就做了 鵝肉 鵝肉 其實有什麼要做呢? 去除所有材料,鵝肉 之後基本上全部加進去 disciple 這麼厲害,你懂得拆蟹肉? 是 你拆來看看可以嗎? 很熟悉 真是很熟悉 這個位置最多肉的番茄 你想拆上去 拆上去 如果沒辦法,可以再拆開 再拆開 這樣蟹肉比較容易拆 你繼續慢慢拆 好,我們先去看看 好 你現在又在做什麼? 現在正在切乾蔥頭 對,很頂爛 對,真的有點像是嗎? 很像 今天會做盆龍茄子 釀製了一些辣鴨肉 也會用麥芽滑,少許金華果粒 拿進去釀製 把茄子切到頂部和尾部 放在兩雙筷子中間 然後對手要捉住一雙筷子 是否撐住了,不會切到底部 對 好,不妨礙你慢慢切 好 這麼多逆境廚神慢慢煮 波蘭,待會兒 什麼? 我們暫停一會兒 為什麼? 泰師傅,你幹什麼? 震印吧,聽摸不見了 他不是不見了嗎? 他被Ricky的牛扒吸引在那邊 有升級大豬,Ricky在煎牛扒 我還不馬上飄過來嗎? 不過這次我請了很多逆境廚神 其實與我無關,要夠肉才行 這是澳洲黃牛西冷M4、M5級 非常高質素,我在網上買回來 澳洲黃牛的肉比較濃 油花和肉的比例剛剛好 剛剛好 但我看到你現在應該有三種不同的熟度 看這個顏色 厲害,很棒,讓你看看 我現在想吃 這個就是三成 是 這個就是半生,這個就是七成熟 半生熟,我現在馬上吃 等等… 這三塊我負責招呼 有頂爺、寶哥和韋哥 如果你餓的話,麻煩你自己來 你這個人很大小 當然要 我邀請了三位逆境廚神 Leanne、Jason、Josephine 他們這次要煎不同厚度的牛扒 但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要煎至半生熟 這塊最厚給Jason 這塊給Jason 這個就是半厚 好,這個給Josephine 這個給Leanne 好,事不宜遲 可以開始 隔著手套也知道這招很嚴重 一定要火夠大、夠紅 才可以燒牛扒 理論上是,他用自己油煎的牛扒 原來這是高手 Jason,手都震了 拿著最厚的牛扒 不知道如何處理你 你對我真的好到不得了 我覺得就是會手震 看看Josephine這邊 有點不同,我們做了一些… 對,他用了一些油 先放醃了 放醃了 放醃了,你看見他已經撒了一些粉 放醃了粉 有加鹽嗎? 有… 有 Leanne這裡翻了幾次 但我聽說不要翻那麼多 是 可以鎖住肉汁 這些是以前的輪調 反而反而有一個好處 熱力比較平均,滲透到肉 總之你的時間教得正確就行了 Jason其實非常聰明 是 因為他那塊是最厚的 是 他不會太猛火去煎 雖然是太猛火,但已經開始上色了 現在Josephine這個 是比較進階的方法 是 用牛油,再加香草 讓牛油和香草的味道滲一點 我看到他已經跳起來了 是 Michele Star的大廚 也是這樣煎的 時遲那時快 Leanne已經煎了 差不多完成了 基本上他已經拿出來了 對 Michele,你現在這樣看 你覺得他煎成怎樣? 在上面摸一摸就行了 很有機會 肉類很有趣 肉越熟,越硬 很輕手,隨便這樣 打個圓形 按一按這裡,斧口這裡… 這個大約是三成熟 放鬆這隻手指,中指 大約是半生熟 明顯你硬了一點 對,這個真的是 這個時候收緊了 那邊也完成了,Joseph 我剛才看見他 我幫不了你們,我沒有戴手套 可否透露一下,行不行? 你也很接近 很接近 好,現在最後的… 對 最後的Jason 這招… 沒有這些架,你就知道 一定要這樣放著 家裡最容易找到 我們逐個來看看 好 這塊是最薄的 而且休息時間也很好 好 明顯你看到 它的熱力完全穿透了肉 只不過還沒弄熟 我們會說熟度應該是… 半生熟 很好 Jason,這個大約是… 幾乎? 平常到中間 三、四成之間 其實我最喜歡吃這個生熟度 待會別跟我爭 其實Josephine這個也是半生 但有一點點 是多了這個 Francise Michelin Star這個步驟 所以就加了一點 而且它不是潑那幾下 就會剛剛好 當然你潑那幾下就味道好一點 說這麼久,真的肚餓地吃東西 我肚餓,但你不要跟我爭 我相信你,不要緊 但這裡只有三負,你二十多人 怎樣給他們 對,大家肚餓,我們快點吃東西 不要… 不要跟我說,你又要和我… 大家先說,你弄錯了,你弄錯了 一番世界夜景傳神 剛才已經和大家見過面了 現在看看他們準備得如何 我們先和新加坡的Samanfa 聊一聊,好嗎? Samanfa 你好,大家好 你會怎樣煮蛋? 我現在做的是我們新加坡 很多人都喜歡吃的鴿蝦 做鴿蝦,最主要是把雞蛋發得很均勻 這樣做出來的鴿蝦才能很順滑 在新加坡,有什麼特別方法煮蛋嗎? 新加坡,我們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地方 華人來說會做早餐,做生熟蛋 會加點醬油,加點胡椒粉吃 我們廣東人都是蝦仁炒蛋、芙蓉蛋 明白,Samanfa,我們稍後再跟你聊 洛兒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幻覺 為什麼隔著螢幕 好像聞到有些食物的香味,聞到嗎? 不是幻覺,在我們現場的逆境廚神 差不多了,去看看吧 好…快點… 好香,看來各位已經煮到中段了 Bob還等什麼?先跟他們聊聊天 來,等我 好… 吃什麼? 現在我做黃金球用的薯蓉 我們加一點薑汁 因為大大蟹都寒涼 是 加一點薑汁 看到已經混合了蟹肉和薯蓉 對 加一點白胡椒,拌勻 我們用夾子,可以… 夾子就… 像雪糕球一樣 對 我現在只是有點擔心 就是蟹蓉不夠多 其實我們的重點不是蟹蓉 我們現在主題就是蟹蓉 為什麼是蟹蓉? 重點是蟹蓉… 阿火,我想問一下 你的蟹粉在樹蓉上 怎麼可以把蟹蓉放在中間? 我們用一瓶匙羹 是 你可以算是半徑 好… 插進大約的深度 即是整理數 對,這樣就…大約 為什麼要用蟹蓉? 就是像膠質那種 待會味道就會吸收進樹蓉 如果是蟹蓉的話,太硬了 對…就不會更好吃 對… 差一點 接著,現在再埋口 對,再埋口 好 那就繼續釀吧 好… 四哥,已經釀了鴨 材料、生醬已經放進去 這個飯已經熟了 飯本身熟了,是隔夜飯 之後就要封住蟹蓉 捉住屁股 是 在屁股上釀一釀,轉一轉 轉一轉 轉一轉 再穿 再轉一轉 再轉一轉,再穿 是 看著手指 最後就在骨位 骨位? 對,插進去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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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進去,完成 好,這個步驟就要吹氣了 全都脹了 看到了嗎? 皮… 還在流汁 我幫你按緊一點 是 真的不會爆? 不會… 完成 之後我們再烤一下熱水 把皮給它收縮 去掉油 這個時候要用冷水沖一下 降溫一下 是 好,下一個步驟是上皮水 是 浸一下,不停地拌一拌 讓它上色,我們要釣乾它 開始乾的時候才進去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 好 你去哪裡了? 在這裡還在擦蟹 其實也很厲害 人仔細細這麼有力,剪掉、擦掉肉 是誰教你擦肉的? 當然 要不要叫你的徒弟來教你 要… 要是嗎? 你敷衍你的徒弟來教你 要怎麼叫他 師弟 好… 你平時是否叫做年輕人頂了 年輕人頂了嗎? 鞋子頂了嗎? 你先搞什麼 你先搞什麼… 我想試一個較容易的風,可以擦蟹鉗 好,可以拿… 好,師傅教你了 你先放進去,一夾,不要太大力 你不用整隻蟹… 如果你擦蟹肉,就先動這個 一拿出來 好,拿出來 整塊肉弄出來了 是否整塊出來,好嗎? 好 謝謝 謝謝師傅 多謝師傅 謝謝師傅 努力 努力… 來吧,老中爺 差不多了,開始透明了 對 其他東西要加了 對 我們要加蟹了 你看看你怎麼做 現在的蟹已經七成了 你打算再炒到多少成呢? 再炒到十成了 十成… 對 然後加水,將蟹的味道焗出來 是 還要加什麼調味? 加少許豉油 然後再加少許酒 再加? 全部都是大火 大火焗多久? 焗8分鐘 當然,我們又看看煮成怎樣 好嗎? 好 樣子差不多尾聲了 對 對,不需要太緊,輕輕地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蜜魚窯裡不需要放任何鹽、生抽 其實加少許胡椒粉 已經夠味道了 對 然後就可以放臘壓片 那些肉盡量是片薄的 其實你看到我割了幾次 就切進去 夾在中間 對 每個每個慢慢放進去 沒錯 好,Carena,接下來的步驟是怎樣的 對,我們要做芋泥 我蒸了芋頭 是 為了令芋泥的顏色更漂亮 我加一些紫薯 對 蠟腸也加進去調味嗎? 這個不會 不會吧? 不會 養腸… 很害怕養腸… 對,我只要有香味 要有香味 對,但這個養腸待會也會做的 用來做醬汁 很棒 現在加白蘭地去煮 用養腸汁夠濃郁嗎? 對 要加一些橄欖花油 好 待會兒滑一點 加一點鹽 好 鹽就已經很足夠了 好 來吧,各位觀眾 來吧 萊巴萊巴 看上去就很健康了,對嗎? 現在就蒸了 蒸了嗎? 對,沒錯 很英俊 很英俊 極得較中大火 中大火 對,很像冬甩 我真的想不到… 很有趣 用冬甩來形容 男生肯定是想像甜品 對,我也覺得像冬甩 中大火 蒸了多久呢? 蒸大約10分鐘至12分鐘 是 好 這個煎鵪瓶也很考功夫 是 因為你要熟,對嗎? 現在金黃色就對了 剛剛好 所以Talina控制過 火候也控制得非常好 非常不錯 我挺期待這個小小的 對,很可愛 對 我現在加少許酒 我已經去到很遠了,你看 喝點水,加少許酒 這是什麼酒?說來聽 是芭蘭地 好 來吧,你忍不住了 繞兩下吧,好嗎? 對 來吧,來吧 來,輕鬆一點… 萊巴 找我… 萊巴刀尊地球 好,好 好,繼續在它拋幾下,好嗎? 我們不妨礙你 好,你們慢慢在這裡拋 拋下去,讓你拋下去 來,一、二、三 好,來吧 你看他們,每個人的功價十足 真的有料到 很想我們快點住好,快點進去吃 差不多了 不如吃東西前,喝點東西清一下喉嚨 好 我哪有飲品 是有飲品,不過不是讓你們喝 沒錯,也不是讓我們喝的 是讓四位逆境小廚神喝的 你們想喝嗎 想… 真的很興奮 好,不如跟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其實人的視覺很影響到我們的味覺 沒錯 所以當我們打開眼睛時 吃同樣食物都可能會有不同的味道 不如現在我們正式開始玩遊戲,好嗎 好 先戴上眼罩 我們幫忙,Joy,我們兩個在這裡 這邊很快 戴上眼罩,你已經很厲害 戴得很快 兩位完成了,很快 不如我們先來第一杯,好嗎 好,好,這次我們有四杯蔬菜汁 給大家看看這是什麼 扇童緊張嗎 扇童,緊張嗎 緊張 緊張 笑著緊張 緊張 其實它不是真的緊張 好,嘗試第一口 說說味道,覺得是怎樣的 好喝嗎? 好喝嗎 不出聲了 貝貝嘴笑得很甜 是不是覺得很甜?喝得很甜 你猜到是什麼?你猜到嗎 不如讓你看看,好嗎 好,先給杯子,然後你脫下眼罩 然後你再看一看,知道是什麼嗎 喜歡姐姐,你開箱,好嗎 黃色的 粟米汁 是粟米汁,好喝嗎?喜歡喝嗎 好,不如我們去… Leslie 看,這次是… 這次開箱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 好,在你面前 每一杯的顏色都… 拿著,在這裡… 都可以… 我很喜歡它一開始說 都可以… 猜到是什麼嗎 你想試試打開眼罩,然後再看看 好,我們先打開眼罩 看看 是黃色的嗎?為甚麼我看得像啡色 想不到… 再試一口 先給他一個提示,三個字 很好,我很喜歡你這種提示 三個字 再給你一個字,第一個字是薯 喂… 對了,看得到嗎 薯仔汁 好厲害 我們給了這麼少提示 他們都很厲害 很害怕 Marcus 誰知道他一開始就猜到 Marcus,你不用怕嗎?我在這裡… 薑味… 有一點出入 對 有一點不同 估讀不到 平時應該很少喝這個吧 不知道… 還是不知道是甚麼 給你第一個字 白,白色的白 白蘿蔔 太棒了 好,先打開 打開,看看是否真的有白蘿蔔汁 打開,讓你多喝一口 好喝嗎 說不出口 好喝 還是冷靜 好,最後一個了 Alvin Alvin 這杯棒,很健康的,Alvin 最疼的是你 對,有一杯那麼健康的給你 你為何那麼疼他 不是我選的… 你選的 有點苦… 苦瓜 很厲害… 我們總共四杯蔬菜汁 一共猜中了兩杯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這個遊戲好玩嗎 好… 你們叫得多大聲 好玩 其實這個遊戲除了好玩之外 是有這個實際功用的 是 其實如果小朋友不喜歡吃蔬菜的話 家長真的可以不妨嘗嘗 把它炸成這個蔬菜汁 如果小朋友一開始見不到蔬菜的形狀 很大機會他會放入口嘗嘗 大家一起嘗嘗吧,好嗎 真棒 我讓你這樣說一說 我自己也有點口乾 藍燒煮飲 我們下一輪準備吃,太棒了 那吃還是喝? 哪吃哪喝? 馬上看 怯景廚神秋冬勝燕興 逐足高潮 不知道世界的隱景廚神 應該每個人都很有信心 不如請新加坊 替Smentha談談 好 Smentha,你的芥仔像怎麼樣? 有沒有注意 最主要的要注意 就是我們的蛋和糖發蛋的時候 就要把糖溶進雞蛋裡 煮焦糖的時候要很慢火 這樣才不會黏底, 而且會很順滑 既然自己煮好了, 當然要自己嘗嘗 對嗎?我現在嘗嘗, 點點芥蔭 好像很好吃 很想吃… 真是很好吃, 很棒 好, 辛苦你了, Samantha, 謝謝你 豈有此理…有得看沒得吃 我現在很餓, 我先走了 你有沒有餓, 等我, 餓 已經差不多到尾聲了 我想這麼多東西, 景廚神都選不上了 逐個看看什麼情況吧 沒問題就上菜了, 好嗎? 來…看一看 完全還沒搞定 最緊急, 最重要是要快 這個有沒有做過給家人吃? 是, 試過的 有沒有吃到什麼來? 其實香炸的小朋友會喜歡吃 是… 炸什麼呢? 炸到金黃色 大約一分至兩分鐘左右 對, 裡面全都熟了 全都熟了 其實最重要是看顏色 很漂亮… 來吧, 看一看 小朋友最喜歡吃 嘗嘗 雪時曼打時快, 熱放涼了 熱放涼了 天祺鴨, 你猜我們可以偷飯吃嗎 你說得一定可以的 很嫩 很嫩 熱辣辣 汁 好吃 是, 鴨肚裡面的飯 少許飯 是 今天有酸梅醬 因為酸梅醬痛 酸梅醬是… 酸梅醬是很配的 絕配的 你不說的, 要等很久了, 是不是 餵了… 一聲就有了 很濃烈, 但我不敢走進去 而且味道很濃, 用腸, 不用臘腸 就是這裡, 味道呢 對, 可以融入醬汁裡 是, 凝固了一點 可以放在碟 看起來很有趣 不知道是甚麼味道 現在這樣做的好像很漂亮 這件事很好吃嗎 當然好吃 好吃嗎 味道很重要 醬汁要多濃 其實吃這個紅龍茄子 茄子完全沒有加味 裡面的辣鴨味 裡面也有金華火吞味 其實是將茄子蘸多汁去吃 其實… 醬汁要多一點 其實醬汁要多一點, 你看見是多的 而且倒進去, 中間有個洞 也藏到很多汁 這個用來送飯一樓 很香… 全部倒進去 我們倒進去 最後的步驟了 看來準備要繞幾下 拋鑊的, 是嗎?副總裁 來吧…看東西吧 各位觀眾 我們私人銀行副總裁 還有拋鑊 年薪數千萬的, 先給你拋鑊 來吧,拋鑊 他不做這些 剛才你說不做這些 剛才你說要拋鑊 你會拋鑊嗎? 你拋鑊吧 我拋鑊吧 算了, 別弄你 整盤東西都掉進去 你把手放進去 好, 再炒幾下, 我們不教你 多多東西 已經放了蟹肉 對, 放在這裡 好像花花 不知為何, 總是覺得這樣擺完後 充滿童真, 是嗎? 那即是完成了 完成了 太好了 伊犬, 到這邊 好, 好… 好, 我習慣了 吃了這麼久 我已經全神的菜式準備好了 既然如此 起菜… 弄了一整晚, 就是為了這一刻 各位, 乾杯 乾杯… 首先很感謝今晚的廚師 升級廚師 有寶哥、伯哥、景爺 謝謝你們 也感謝我們的逆境廚臣 我們拍攝今晚的一頓這麼美味的晚餐 謝謝… 好, 親各位 第一道菜是鼎爺的師公做的 師公, 你說兩句吧 這是蝦、魚肚羹 上面加了蟹鉗 然後用魚肚和竹生糕出來 這是羹, 對吧 下次的料沒那麼重 水多了一點 現在變得很稠 對, 看這個眼睛的顏色 我想小朋友就很健康 對, 很喜歡吃, 很好玩 一口蟹肉 是嗎? 有很多東西, 一口蟹肉 一口蟹肉 只有一口蟹肉 為何你說那麼多? 對 只有一些, 不對勁 不對勁, 我覺得全部都是魚肚 帶蟹鉗, 真是精神 現在V姐分送那個要逃跑 說笑而已 蟹鉗做得很好 不是… 九歲的小朋友叫他師公 其實不是玩他 他六、七歲的成名 我快要七十歲才開始 人家知道我懂得煮東西 他今晚做的大部分不錯 唯一可惜, 始終是小朋友 不知道水的份量和材料 所以材料多了 但他也有味道在這裡 這些調校一下 他將來成就很厲害 第二道菜 是四哥做的辣味烤鴨 這個是創意料理 是 有鴨, 又有辣味 但表演是包著 但整個味道都很飽和 好吃 很有水分 你怎麼說得這麼好? 我平時看到它挺乾身的 而且你吸收鴨的醬汁 味道就會出現 有質素嗎? 有質素… 好 我也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太小塊而已 不夠飽 我們是第二道菜而已 你還要吃早餐嗎? 明白… 首先, 我們很感謝四哥 先謝謝你 謝謝… 接著就試試第三道菜, 好嗎? 在阿火做的大雜蟹黃金球 蟹糕多得不得了 加上檸檬汁, 真香很多 小朋友應該喜歡, Cameron 你覺得怎樣? 我喜歡裡面的糕 外面的皮反而不喜歡嗎? 喜歡 全都喜歡嗎? 全都喜歡 只喜歡吃糕 反而大雜蟹好像少了 我覺得有點像吃薯波一樣 我吃… 我不太能吃大雜蟹的味道 我覺得放兩顆, 很可愛、很漂亮 再見 你繼續想, 我們是第四道菜 你再繼續說口感 謝謝阿火 謝謝 我們試試第四道菜 好, 盆龍茄子 本來我看到麥相 整條的時候, 盆龍的時候 我說什麼?有點奇怪 但吃起來… 味道挺好 味道挺好 真是壞人 反而我不太能吃到辣鴨的味道 要看你好不幸運 剛才的解釋, 可能少了一點 對, 你們覺得怎樣? 首先我覺得麥相很漂亮 因為色彩紛紛, 看起來已經很開心 加上味道, 整道菜很豐富 整道菜, 我覺得很好, 我很喜歡 謝謝 滿足, 非常好 太好了… 第五道菜是Stella為我們做的 港版辣椒蟹 但還沒吃之前,Stella 為何是港版辣椒蟹呢? 因為新加坡的辣椒蟹 是用炸饅頭蘸醬汁來吃 是 香港版我自己創的就是用蝦餅 我覺得辣度挺過人 辣得來, 你想繼續加進去吧 味道我喜歡 而且你剛給了蟹的殼給我吃 很多膏 蟹蓋, 蟹殼 給了蟹蓋給我吃 因為蟹膏很鮮 你是不是加了生粉才炸蟹呢? 生粉可以加, 但下次沒那麼多 否則現在出現雪甲膏 但這種情況, 敢煮蟹 真是佩服 大祖兒, 說句質素話聽聽 好, 我們就讓逆境傳實 發表他們的意見吧 是 對, 錯了 這就說得好, 說得怎麼樣 我覺得味道甜酸酸不錯 配這個也是很創新 如果多一點醬汁就好, 可以再鹽 謝謝Stella為我們煮第五道菜 謝謝… 最後一道菜是Karina為我們泡製的 辣味香煎鵪鶉配護泥 我很喜歡紫薯加芋頭的口感很綿 辣味裡面是不是有很多的… 還有蟹腸 蟹腸… 蟹腸很好吃, 不得了 夠膽放辣味之中的蟹腸, 很大膽 這個我給99分 這道菜真是很… 剛才分了腿給我, 嫩得不得了 你怕不打架吧 所以99分 這次各位的逆境廚神 給我最大的印象就是Karina 因為她的賣相已經很漂亮 其實我很喜歡擺盤很漂亮的東西 配搭得很好, 因為鵪鶉只有鮮味 除了吃鮮味之外 調味料上下了很多功夫 所以印象很深 這次《逆境廚神》裡, 我要給最高分的是他 我覺得他炸的肉汁炸得很好 不會太乾 很棒, 炸得簡直想不夠吃 太棒了… 謝謝你為我們炮製一道美味的菜式 謝謝 為我們《逆境廚神》這頓晚餐 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出色的《逆境廚神》 誰知道我們面前這麼少 下一集我們再找來幾位的《逆境廚神》 一起參與我們這一場 《逆境廚神》, 抽到成績 乾杯… 如果你看見不見 的話,我們可以參與 還是其他人安排 所以,我們可以參與 至於天下旅行 對保護神廚神 許多奴階神 到尾聲 有